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转场 10月13日礼拜四的第四节 我们继续去跟进一下大陆方面的最新情况 话说美国商务部在今个礼拜 对大陆实施了新的制裁措施 禁止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 在大陆的半导体企业继续任职 在措施正式生效以前 支撑着大陆半导体企业半壁江山的 几百名美籍华人高级员工 爆发了离职潮 有业内人士就说 美国使出这一招的大绝 对中国经济的打击是超乎想象的 中国的半导体产业 一下子倒退到石器时代 好了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益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大陆的半导体行业 是不是面临着灭顶之灾呢 我们一起去检视一下 美国商务部对大陆的制裁 是进一步扩大了的 总的来到讲 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就是大陆那些 高运算力芯片的设计公司 全部都被纳入了在 美国商务部的制裁范围以内 在往后就算是台积电 都难以继续向这些公司提供服务了 第二就是先进制程的设备 和高速运算领域的晶片 包括无人驾驶的晶片 都是全部被制裁了 第三 今次的制裁起点是无限追溯的 要确保得到 盗拙任何用到美国的产品 和技术 第四 就是任何违反制裁的个人 和企业 将会面临着美国司法部的起诉 而最重要的一样 就是禁止所有的美国籍公民 和永久居民 在大陆的半导体企业里面 继续任职 这件事就很大事了 是这么多次的制裁里面 最辣最严重的一次 而且牵连甚广 因为在大陆半导体企业里面 任职的高级管理人员 和是晶片技术的工程师 有很多都是美籍华人 现在就爆发了一个离职潮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这个制裁令 实施了以后 那些美籍华人的员工 就只有三条路可以选择 第一 如果他们想保住美国国籍 或者是保住张陆卡 那他们就只能够是辞职 不能够再在大陆拎下去了 要完全脱离大陆的先进半导体制造业 那就可以是 免于被司法部的起诉 第二 他们可以继续在大陆工作 但是 必须要放弃美国国籍 或者是陆卡 这个就对于那些美籍华人来说 是一个很严重的考验 他们 这么难得入到籍 怎么会这么轻易放弃才行呢? 赚到的钱都要拿走 可以落到袋享用才有用 不是赚了赚了这么多都没有意义 当然 对于那帮人来说 还有第三个选项 就是既不退出美国国籍 或者是退回陆卡 同时也都继续在大陆的半导体产业里面任职 那他们就会面临美国司法部的起诉 那就坐硬监都可以了 如果他们去到美国审讯之后 几百名的美籍华人海归派 赶在这个礼拜三 就是昨天 这个制裁令生效以前 是在多家的企业离职 包括了是什么呢? 长江传柱 长阴传柱 上海集成电路研发中心的家定厂 客肥长阴传柱 杭州积海 有这几家的半导体企业 都是爆发了美籍华人员工的离职潮 哈哈 死定了 业内人士就说 一家半导体企业要成功 包含了最少四个因素 第一是技术 第二是人才 第三是管理 最后一个才是市场 而中国就只有市场 前三项都是没有的 故此现在美国一实施这个大拙的时候 整个半导体的产业 是面临着灭顶之灾 这是业内人士说的 美国晶片制造设备供应商科女 泛林 是撤出了在长江全署的员工 并且暂停了相关的业务 他们向媒体解释 派住了在大陆的员工 一共是有几百人的 现在为了符合美国商务部的规定 所有驻华人员 全部撤离厂区 有设备制造业者就公称 一些外国设备厂的维修人员 装机人员 虽然是中国国籍的 但是由于设备和技术 是属于美国拥有的 现在是不能够再在大陆使用了 《日经亚洲》评论的报道就说 几百名的美籍华裔工程师 一直都是大陆半导体企业里面的 关键人物来的 但是美国的制裁新令一出 这帮人内心就交战起来了 其实没有什么交战 全部都迟了职了 拥有这个美籍 是比起在大陆的企业工作更加重要 因为那个不是稳定 那个不是一世的 这个美籍是一世的 根据资料就显示 有美国公民身份的美籍华人 在大陆创立了多家的晶片设备 和晶片材料公司 另外有几百人就是担任高管和专材的 例如这个晶片设备制造商 中微半导体设备的创办人 尹志尧 中微半导体设备的CEO 叫做杜志尧 大陆最先进的晶圆清洗机制造商 盛美半导体的执行长兼总裁 王辉 这些被日经亚洲拿出来点名 不用搞下去了 现在是 王辉 其实那几百人的名单 美国全部拥有 是吧 怎么会无私得的 所以这次没得走鸡 不要偷鸡 美籍和绿卡紧要 那大陆的反应又是怎样呢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紧急发出了一份声明 他们怎么说呢 他们反对美国商务部 用如此武断的方式 为国际的贸易带来干扰 他们非常担心美方将国家安全 用在歧视性的贸易政策 这种单边性政策 不仅会进一步损害全球半导体产业的供应链 更重要的就是 将会形成一个不确定的产业氛围 这个不确定的产业氛围 是局限在大陆而已 台积电继续生产 美国的半导体企业继续生产 大陆生产不了而已 大陆不是生产不了 大陆现在来说 其实就是没办法再从事 25nm 25纳米以下的那些晶片生产 因为光刻机都买不到 大家有没有印象 今年是出过这一宗新闻 其实今年大陆的半导体行业 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 28nm以下现在不用搞了 新一轮的制裁 禁止了 因为大陆自己没有这样的技术做得到 第二个 大陆在今年年中的时候 那个半导体行业 是爆发了非常之大规模的反腐行动 很多那些半导体的头头 是落了马 为什么呢 因为中央认为这帮人 过去国家给了这么多钱 你们走去做自主研发 不知研发了什么东西出来 很多落格 不知去了哪里 拉了 落马 打贪 反腐 第三个 就是到现在这个制裁 是令到几百个非常之有用的美籍华人专才 不能够再做下去 那现在半导体行业协会就说 希望美国政府是能够及时修正错误的做法 回归世界半导体理事会 和政府与当局的半导体会议 在国际贸易初商机制的框架下 金融时报的报道就说 美国制裁了大陆的华为两年以后 华为的业绩就罩缸 失去了网络设备和智能手机的霸主地位 创办人任正非日前就证实了 公司的生存都遭到威胁 现在美国就将用在华为身上的制裁工具 扩展到去整个大陆的半导体产业 那些晶片厂将会是承受和华为一样的痛楚 华卿资本董事总经理吴思浩就说 讲得远转一点 大陆的半导体产业 基本上是倒退到去石器的时代 咨询公司Albright Stonebridge 中国问题专家Paul Trello就说 美国的新管制 引发出来的变革海啸 将会席卷大陆的整个半导体行业 和相关的行业 大陆的企业会面临着生存的风险 可能迟早倒退 其实不需要的 它生产一些比较是年代久远的 技术落后的28纳米晶片都可以的 Paul Trello还说到 对于使用美国AI演算法的大陆企业 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尤其是牵涉到自动驾驶汽车和物流的技术 使用AI进行药物发现的医学影像和研究中心 以及建立气候变迁无形等领域 全部都不用搞了 他认为 尽管全面性的影响 是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显现出来 但是 后果就是必然会冲击着大陆的创新 有一家由大陆政府支持的晶片厂 人力资源管理的主管就说 大陆晶片厂最担忧的 其实就是美国政府阻止美国公民 在大陆的企业任职 这个说比起阻止大陆购买任何的先进设备 是更加令人害怕的 因为你禁止买东西 大陆总有门路是买到的 是不是 不过今年都被人截了户 那个光刻机 现在就直接不给他任职 这个主管就透露了 他那家公司里面 确是有不少人 是拿着美国的护照的 而且还是担任重要职位 有个别人士 更加是公司的核心人物 现在必须要找到方法 令到这些人继续为公司效力 但是 他就说是极为困难 因为绝大部分的 美国公民 是不愿意放弃美国护照 找不找到一几个死事呢 可能可以的 但是我想就极少数了 可能有一些偷鸡 拨懵去做 但是都没用的 因为一定被人冻灰的 甚至乎 请他那个都会冻灰 冻他灰的时候 让别人取消了他的美国国籍 或者取消了他的陆卡 那他就不用走 继续在大陆那间 半导体企业的效力 那些人都不是笨的 读到这么高的学历 他怎么会不知道那些路数才行呢 继续在那里的效力 其实就是等于自断 自绝于美国 因为一定被人冻灰 而冻灰的很可能是大陆的 这些人不会制的了 我估计九成九九的人都走的了 除非他本身都不是很想 要这个美国国籍 但是如果他不想要的 他当初就不会去美国了 他就不会拿绿卡了 所以今次大陆这个半导体产业 真的非常之不乐观了 会不会面临着被屯灭的风险呢 我们持续跟进下去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